有一个朋友介绍我看的 叫做《为何你买不起房子》 这个就跟我的职业有关 作者就是一个英国人 雷尹·柯林斯 是一个经济学家 他最主要就研究 在一些先进的国家 他们的人民 为什么负担不起他们的楼价 其实今天的视频 最主要讲一讲我对这本书的理解 再对照我怎么看楼市 而我就刚刚看了他第一章 讲了一些大部分的原因 所有先进体系 市民负担不起 自住居所的比例是不断上升 而这个数值在千禧年后 是更加严重 发生了什么事呢 美国政府不断QE 或者不同的国家 都不断地印银纸 令房地产价格越升越有 楼价贵了 可以买到楼的人少了 这个都是合理的 然后楼价和收入的比率 是不断地调高 远超长期以内的平均值 有100倍 是月薪的100倍 计算起来一个人需要 存8.3年才会买到自己的居所 这个买到自己是全费 在香港最近查出的数字 应该是不饮不吃 是18-19年才会买到楼 这个比率和平均值8.3年 其实都相差了10年 可以香港是很难负担的 如果借用杠杠或按揭那边 应该会少一点 而书里面提到 为什么这个楼价收入比会越来越严重 另一个原因就是 生活成本 其中一个增加得最多的成本 就是房屋开销 分两类的 一个就是租金 一个就是公佣成本 含食了每个人的收入 在1960或1980 房屋开支 占收入大约10%左右 而到今时今日 基本上超过三成 甚至到五六成都有 很简单说回香港的案例 个人的入息中位数是2万元 但是你在市区 差一点的居所 庞房 应该是6千多到8千亿 如果住得好少少 那些宿舍都过了一马 所以这件事都蚕食了 那些人存钱的能力 令到那些人存到 首期的可能性会减低了 这个居住成本 也令到社会出现 一个贫富的分化 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 那些投行请人的时候 他不会先看别人的学历 他是先看住址 你要住在香港 他才会把你的电视 放在Constarvation那边 如果你不是住在香港 基本上他就扔了FB 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 我不是很相信的 相信在这个年代 不会用一个住址 去划分一个人的能力 不过在地域上 香港也有些豪宅区 有钱人都大部分 聚居在一些豪宅区的地方 例如九龙堂 山顶 港岛南区 香港大部分普通市民 都住一些资助房屋 或者是一些大型的屋苑 最新的人口普查那边 都反映了这件事 香港最多有钱人住的地区 就是中西区 很多低收入住的人 就是深水埗 如果你真的亲身走过 中西区和深水埗 其实你都看到 两边的生活特性 或者两边开的店铺 是完全不一样的 消费都不同级数的 反映在一个楼价上 需要越来越多的首期 简单来说 香港也曾经出现一段时间 叫做 九户降 之后要攀上一个房屋阶梯 原生的奸厅是决定一个年轻人 可不可以在那一刻上车的重要原因 这件事都会减低了社会的流动性 以及一些机会的不平等 里面说的机会不平等 是说一个财富累积 或者财富投资的机会的不平等 而最章都说给我们知 至1950年开始 房地产的投资收益 是远超其他金融资产 而有一帮幸运上车的地主 就乘搭了这帮信封车 令到它累积到一定的财富 整个经济体的财富 不是靠商品的生产物的价值 或者技术的创新去产生 纯粹是因为房地产市场的增值 令到整个经济体更加富有 这里面也说 纯粹靠房地产增值 激却到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在现时香港为了一层楼 很多人都愿意至于宿舍 去供楼 去买楼 都是拨它升值 大量借用一些财款 例如按揭 令到债务的比例越来越重 上得杠杆太多 即是你看回恒大或其他 爆了煲的上次公司 最主要都是因为债务原因 市场上有一些不好的消息 或者风吹草动 就很容易令到整件事倒下来 而个人层面来说 就是银主盘和负资产的数字 是不断增加的 其实整本书最主要的中心思想 就是说 房屋如果脱离了一个居住属性 变成一个投资金融的产品 除了干需这个因素之外 都令到有一些人要去炒 再次托高了 令到越来越多人负担不起 详细是怎样 就看看我何时看完这本书 因为一本书都挺厚 所以我打算分开不同的节目 学到哪里就讲到哪里 当然我会归纳成为一个主题再讲 我希望这个学习的分享对你有用 为什么要系统式地看书 就是我以前看的知识是碎片法 所以我想要有一个系统 去整理我整个的东西 如果对你没用都没办法 我都会照着拍 因为我都想练一下我自己的讲话技巧 或者是聚事技巧 今天的时间就这么多